为了鼓励国人乐观地面对疫情 两名的本地艺术工作者 携手创作幽默风趣的漫画 并用夸张的手法 揭露了疫情期间的一些不雅行为 还有咖啡馆老板将平时 普通的外带咖啡纸杯 变成移动的插画板 在上面画下令人难忘的抗疫故事 马上随俊威去看看 本地创作者画笔下的冠病疫情 在飞速发展的都市生活当中 插画的运用在各个领域无所不在 譬如说影视海报 图书配图和广告等 今天的时辰画意将会带您走进 两位本地艺术工作者 和一位咖啡馆老板的创意世界 看看他们如何用幽默辉谐的插画 凸显疫情下的众生百态 这些漫画人物都是由本地剧场编导 林志坚和插画家黄子健 携手创作的《疫情恶霸》 通过五个有趣但又珍惜的漫画角色 以反讽的风格 让民众识别麻烦制造者 并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我最喜欢那个人物叫做Fat Choke 他就是那种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坐在那边喝他的咖啡 他永远都是 Choke 的 大家Stay at home 我不用 大家买回家吃 我不用 所以我觉得很多新加坡人时常会偷偷有这个我 Choke 的想法 我觉得我想逗新加坡人开心 逗新加坡人笑 我想很老实地表达新加坡的好的方面还有坏的方面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一点点忧欺 有些人是犯了错 有些人是想过犯错 有些人是觉得我应该有这个权利犯错一点 先不要看肌肉 不要找好人 先认识我们是不是坏人 有没有什么坏行为 怎么把这些东西弄掉 插画创作用幽默诽谐的方式 让我们看到一些人在疫情下的不雅行为 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社会温馨的一面 这个杯子的时候就是5月1号劳动节 我就是以新加坡的客工为一个体材这样子 因为之前有很多新加坡客工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 然后就希望大家说不要排斥他们 多多去关心他们 然后给他们一些帮助 自从政府在4月21号宣布延长阻断措施 咖啡馆老板和预标便决定进行咖啡杯插画挑战 每天在咖啡杯上插画 记录疫情故事 直到阻断措施结束为止 新加坡开始了这个Siccrant Picker以后呢 都在影响着大家的生活 好的 开心的 不开心的也是都有啦 然后就先觉得说 咖啡其实是我们生活里面一部分的东西 我就想说不然我们就在这个咖啡杯里面 画一些有关于这个Siccrant Picker的题材 然后来记录一下 我们就是曾经经历过这一段Siccrant Picker的这个时期 这样子 好像这个呢 是就比较搞戏小搞笑的啦 BeforeSiccrant Picker 每个人就可以剪很多不一样的头发啦 什么Korean style 什么什么style啦 可是自从Siccrant Picker开始 理发店不可以开了之后呢 每个人就没地方剪头发了 头发都变成all same style 我的画风呢 是那种比较简单随意的画风 就是有一点卡通这样子的 有一点小搞笑的意思 一副简单的插画 不但能记录抗疫期间的点点 还能展现出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缘起万象 将创作者丰富的情感表达出来 插画故事里的幽默绝对不是搞笑 而是一种纵观大局后的超脱 希望你也能够感受这种看似肤浅的深刻 在严肃的疫情下开怀一笑 笑面人生 节目最后再次提醒连长人士 阻断措施期间尽量留在家中 如果要购买必需品 可以请亲友帮忙 另外您也可以收看 每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十点播出的健康那些事 学习各种防疫贴士 或者是观看下午两点半播出的 乐学每一课 通过有趣的活动保持身心活跃 今天事成有约 为你播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